大家好 我是晨晨爸 鸡师傅 我回来了 从今天开始 继续教大家做好吃的美食 今天中午饭 咱们就做一个葱油鸡 再做一个番茄鸡蛋鸽的汤 这样有荤 有素 有主食 咱们接下来先看看 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今天这个菜 需要准备的东西非常简单 咱们需要准备点小葱 姜 鸡腿 咱们用鸡腿做比较方便 今天这个做法 咱们用整机做也可以 调料部分 今天这个菜比较简单 咱们需要准备白胡椒粉 黄酒 味极鲜酱油 食用油 盐 这个酱油 我今天用的是海添的味极鲜 这个不固定 咱们选用特级酱油就可以 这样做出来 味道就比较香 其次 今天我还用到了这个黄酒 咱们在家里 用普通的料酒就可以 咱们在做之前 把这个鸡腿浸泡二三十分钟 然后用水 冲洗干净 锅里加水 开大火烧开 然后下入鸡腿 烫三十秒钟 烫好之后 捞出来用凉水冲凉 这个动作 咱们要重复三次 每次下入鸡腿之前 都要把锅里的水烧开 这么多的目的 一是可以让鸡肉去腥 二可以让鸡皮更有弹性 口感更好 接下来 把刚才煮鸡的水 再次烧开 撇去上面的浮沫 然后下入姜片 葱段 料酒 凉透的鸡腿 大火烧开之后 咱们就盖盖 转成小火烧十五分钟 这个过程不可以用大火 否则这个鸡皮非常容易坏 而且肉容易发柴 时间到之后 把鸡腿捞出来 用凉水投凉 一定要凉透 大家看这个鸡皮 非常的完整 非常有弹性 鸡腿晾凉的时候 咱们做葱油 多准备点小葱 切成葱花 锅里的油烧热之后 转成小火 下入葱花 不停的搅拌 直到这个葱的颜色 发黄 香味出来之后 咱们加入白胡椒粉 盐 味鲜酱油 盐的量要少一点 味鲜酱油 要多一点 再搅拌个十秒钟左右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样葱油就做好了 接下来 把鸡腿切成块 装盘 在上面撒上葱油 咱们少放点油 多放点葱 吃的时候 两样混合着吃 嘎嘎香 再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鸽的汤 当主食 鸡肉 肉 鸡肉 谢谢 肉 肉 奶奶 蒿 谢谢 嗯 谢谢 哎呦妈 咋吃那么香呢